嗨,马文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马文的频道 马文早上呢,从瑞士 然后跨过了莱茵河 我们就来到一个小国家叫做列支敦士登 那这个小国家呢 一样使用瑞朗 那他最著名的呢 就是他是避岁天堂 跟游票王国 那本期的影片呢 马文将介绍列支敦士登 还有到奥地利的英诗布普克 谢谢大家 这边的 这边阳的话 都还坐在订阅 这边的 这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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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它中间的分隔线 的确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现在这一端列支都市灯 马文的手机讯号是 的确可以收到 那听说在另外一端呢 瑞士那边就没有办法 收到这里的讯号 就要用类似的电信业者的信号了 所以我们刚刚测试是如实 所以在这边最好是办那个全球的漫游卡 这样子你跨国的时候呢就不用换来换去 也是很麻烦 我们到某个国家就要再换一张卡 我们已经走到桥的中间了 那这边有一个分界点 一边是瑞士的 Surveillon 我们昨天就是住这个城市 那这边呢就是列支都市灯的 瓦都市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又走回来瑞士了 蛮奇特的体验的 这回头望的情况 一边呢就是显示城市的名称 这边呢就显示国家的名称 列支都市灯跟瑞士 这个桥 然后离火车站好像是有一点距离啦 不过我们自驾 所以是必须要来踩点的一个地方 那这底下还有一些 我这自行车骑得非常快 赶着上班的 这边底下有一些 这个好像是艺术的东西 给大家体验一下 留下自己的竹印跟脚印 在这个沙上面 然后这个莱茵老桥 就介绍给各位咯 蛮特别的 我们现在又在瑞士了 过来呢 就是列支都市灯 这边就是列支都市灯 是 这边是 这边是 订阅 这边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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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